上回咱们说到 忙中时节 黛玉葬花 宝贷二人 勤发一心 谁能想得到 吵得不可开交的俩人 竟然因为一句 不是冤家不剧头 就释怀了呢 这天啊 黛玉和丫鬟正聊着 忽然听到宝玉在外头叫人 黛玉见状 张嘴就说 别开门 话虽如此 可一旁的丫鬟心里明白啊 黛玉不管说的再决绝 但她心里巴不得 把墙给拆了 让宝玉随意进出 只见宝玉进门后 直接就依据一个好妹妹的 问黛玉身体怎么样了 这明摆着俩人就又没事了嘛 宝玉黛玉正聊着 忽然门外有人大喊了一声 好了 这一声吓得俩人都朝着门外看去 只见奋姐跳了进来说道 我就说你们自会和好 老太太还非让我过来瞧瞧 走跟我去见见老太太 让她老人嫁也心安歇 此时啊 咱们宝钗也正好就在 贾母这边 宝玉进了房间后问宝钗道 宝姐姐你怎么不去看戏呢 宝钗回答说她怕热 看了两出戏 闲热就回来了 宝玉听到这话又笑着说道 怪不得他们拿宝姐姐 比作是杨贵妃 原来你也体分切热 这杨贵妃在那时候可是被称作为红颜祸水啊 宝钗听见这话那能不生气吗 而且宝玉说出了体分二字 这当着人家姑娘面说人家身材好 这不挑着让人家害羞吗 只见宝钗怒忠待休 冷笑着说道 我倒是像杨贵妃 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可以做得杨国忠 这杨国忠啊 是杨贵妃的堂兄 那安史之乱 大唐颓败 都和杨国忠脱不了干系 宝钗这就是怼宝玉嘛 你说我红颜祸水 我就说你祸国殃民 另一边的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 那心里啊 还忍不住小得意了一阵子 他本想趁着也开个玩笑 可正说话时被丫鬟打断了 于是也就换了个话头说道 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 咱们宝钗看到黛玉脸上 有点得意的表情呢 也瞬间就什么都明白了 于是宝钗笑着说道 我看的是李奎骂了宋江 后来又赔不是 这话呢是暗藏玄机 不过宝玉也没多想 张嘴就说道 宝姐姐博古通经 怎么连戏民也不知道 这戏叫做负金请罪 宝玉这一说呢 可正中了宝钗的心思 只见宝钗盯着他俩还笑着说道 原来这叫负金请罪啊 你们懂得多才知道 什么叫负金请罪 我可不知道什么负金请罪 这话呢可直冲冲的 扎住了宝玉待遇心里的鬼 因此俩人那早就不好意思的 把脸给张红了 其实啊 宝玉她也不是故意 拿着杨贵妃来形容宝钗 可现在因为那脱口而出的话 反而受了宝钗奚落 于是咱们宝玉也就无精打采的走出来闲逛 逛着逛着 她就走到了王夫人这边 此时王夫人正躺着休息 一旁的丫鬟金串正坐在旁边捶腿 一边捶着还一边闭着眼打瞌睡 宝玉轻轻走到跟前 探着身子看到自己母亲正闭着眼睡觉 于是转头对金串说 要把她讨要到自己屋子里 金串听见这话 睁开眼说道 金簪子掉在井里头 有你的只是有你的 你去那边要甲欢和丫鬟踩云去 谁承想王夫人只是闭着眼 根本没有睡着 听见金串的话后 翻身坐起来 就朝她脸上甩了个大嘴巴子 还张嘴妈道 下座的小娼妇 好哈的爷们都让你给交坏了 宝玉看到自己母亲发了脾气 那早一溜烟就跑了 王夫人也大喊大叫着 要把金串给赶出家门 丫鬟被赶出门 这可是丢大脸的事啊 金串听说后 那也是赶忙连哭带喊的 跪在地上磕头 其实吧 王夫人也是个宽厚仁慈的主子 从来没有打过丫鬟一下 这次呢 实在是和自己宝贝儿子有关 因此王夫人也不管其他 到底还是把金串撵了出去 此时 咱们宝玉跑回了大观园里 接着闲逛 只见赤日当空 树荫河地 满耳缠身 井无人语 可真当宝玉走到 蔷薇花架之时 忽然传来了一阵 呜呜咽咽咽的哭声 仔细一看 是有个姑娘正蹲在 蔷薇架下用簪子抠土 边扣还边流着眼泪 宝玉见状 以为是有傻丫头 在学待遇葬花 心中瞬间就有一股 东施孝平的粉刺 可在仔细看时 那姑娘好像是在写字 于是宝玉顺着簪子的 起起落落 一笔一花看了起来 恍然发现 这姑娘写的是一个墙字 宝玉心中觉得 这姑娘是在蔷薇花架下 给蔷薇花写诗 可再看一会儿 这姑娘却翻来覆去的 只写一个墙字 写完一个又一个 不知道写了几千几百遍 宝玉见状正想说些什么 忽然一阵凉风吹过 刷刷的就落下雨来 只见宝玉大喊道 不要血了 你身上都湿了 快回去吧 那姑娘被叫喊声吓了一跳 转头朝着宝玉看去 只是大雨瓢破 花也遮挡 这姑娘竟然把宝玉 给看成个丫鬟 于是张嘴说道 多谢姐姐提醒我 可姐姐 你不也淋着雨吗 宝玉听到这话 才反应过来 哎呦了一声后 赶忙朝着怡红院跑去 此时怡红院里的丫鬟们 正在院子里赶鸭子玩耍 站在门外的宝玉 敲了半天门 愣是没一个人听见 直到宝玉气得 哐哐砸门 里面的人才发现有动静 只见席人从门缝里 看到宝玉淋得和落汤鸡一般 瞬间那又是着急 又是好笑 可就在他开门的那一刻 门外的宝玉 早不知道气成什么样子了 正要踹门几脚 却正好赶上了席人开门 宝玉也没看清是谁 只当做是外头的小丫鬟 便抬腿踹在了肋骨上 踹完还张嘴骂道 下流的东西们 平时我太过担待你们了 让你们拿着我取笑 宝玉嘴里说着 一低头看到是席人趴在地上流泪 这才知道是自己踹错了人 地上的席人呢 别说是挨打了 宝玉从来都没舍得骂他一句 现如今当着众人的面挨了一脚 那也又是嗅又是气又是疼 可他还是忍着痛说不打紧 没踢着回屋子去吧 发生这样的事啊 咱们宝玉心里难免有些变化 可其他丫鬟也察觉不出什么来啊 没过几天 丫鬟秦玉不小心摔坏了一把扇子 宝玉健壮直说他是蠢材 从来都瞻前不顾后 秦玉听后冷笑着说道 二爷近来气大得很 动不动就给甩脸子 前连席人都打了 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 要嫌弃我们就打发我们走 好离好散的行不行 此话一处呢 可把宝玉气得浑身发抖 一来二去 又把怡红院挠了个天翻地覆 搞得众人又稀里哗啦哭了半天 直到有人叫宝玉出去喝酒 这事儿才算消停下来 到了晚间 宝玉带着几分酒意回到了怡红院 刚进门看到院子的梁榻上 躺着一个人 宝玉只当他是席人 也就坐在旁边推了推他 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道 何苦来又招惹我 宝玉一看 原来不是席人而是秦文 此时咱们宝玉早消气了 也就拉着秦文说道 是我把你惯得越发傲娇了 白天我不过说了你几句 就引出你那些话来 宝玉说着就要拿水果来和秦文一起吃 只见秦文赌气说道 我连扇子都能摔坏 哪里配吃什么果子 万一摔坏了盘子 那可更了不得了 听到这话的宝玉啊 那也是把自己的天赋 发挥得淋漓尽致 只见他说道 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 比如那扇子原是山分的 你想撕着玩也可以 再说杯子盘子 原本是成东西用的 你想听那一声响就故意摔碎了也可以 只要不再生气时 拿他们出气 这就是爱物了 秦文听到这话 张嘴就说自己爱撕扇子 还要撕宝玉的扇子 咱们宝玉啊 还真就笑嘻嘻的把扇子递给了他 只见秦文吃得一身 就把扇子撕成了两半 紧接着又痴痴的撕了好几遍 宝玉在一旁拍手笑道 撕得好撕得生硬再大点 另一个丫鬟摄月走来 连说他们这是在作孽 可咱们宝玉赶上去 就把摄月的扇子也多过来 递给秦文撕 秦文接过来 刷刷撕成几半子后 就和宝玉面对面大笑起来 咱们的宝玉还边笑边说道 千金难买一笑 挤把扇子又直些什么呢 也直到这会儿 宝玉秦文的矛盾才算真是翻篇了 到了第二天 忽然有人传话说 屎大姑娘来了 只见史湘芸见过众人后 就带着丫鬟要去找习人 这湘芸和习人的关系呀 那确实是好 只因为习人本来是伺候贾母的 后来贾母安排她 进了史湘芸屋里 俩人相处的跟姐妹一般 最后贾母才把习人安排给宝玉 只见湘芸和丫鬟一边走一边聊着天 就在这俩人走到薔薇架附近时 湘芸无意间就看到地上有个明晃晃的东西 丫鬟捡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个文采辉煌的金麒麟 比湘芸佩戴的那个还要大还要精致 这东西啊 那就是宝玉从道士手里得来的宝贝 八成就是之前在薔薇架下淋雨的时候 不小心丢在这儿了 只见到了怡红院后 宝玉张嘴说道 你早该来的 我得了一件好东西就等你来了 说着宝玉便浑身上下地掏了起来 可偏偏就是搜寻不见 还转头问席人说金麒麟放在哪里了 一边的湘芸听见这话 也就知道刚才捡的金麒麟是宝玉丢的了 于是他把东西丢在桌子上 还笑着说道 幸好这是个玩的东西 明儿要是把印章丢了可要怎么办 之后啊 湘芸也就和席人聊了起来 您猜猜席人忽然让湘芸做件什么事 他因为不擅长针线魂 于是请求湘芸帮他做双鞋 咱们湘芸觉得奇怪 随后也就猜到了这鞋是给宝玉穿的 不过他还是照样答应了下来 俩人正聊着 忽然有下人传话说贾雨村来了 贾震叫宝玉过去挥个面 咱宝玉听见这话 那瞬间就拉下脸来 还说了些不自在的话 史湘芸见状笑着说道 你如今大了不喜欢读书考公民也就算了 也要和这些为官作宰的人多接触接触 聊聊经济仕途的学问 这话里劝诫的东西呢 可全都是宝玉最讨厌的 因此他也就堵着气说道 你快去别的姑娘屋里吧 别在这里葬了你的经济学问 一旁的席人听到史湘芸劝诫的话 那也是赶忙拦了下来 还说起之前宝钗提起经济仕途来 宝玉瞬间就拉下了脸 也不管人家脸面抬腿就走 幸好宝钗有涵养不在意 如果换作是黛玉 可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了 咱们宝玉听见他们提起了黛玉 于是张嘴说道 林姑娘可从来没说过什么经济使徒的混账话 如果她也说这些混账话 我早和她身份了 宝玉的这一番话啊 那还正好被窗户外面的黛玉听到了 原来啊 黛玉知道史湘芸来了怡红院 宝玉肯定要把金麒麟送给她 可那古今小说里的男男女女 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些小玩意儿定情的 因此黛玉不放心 才悄悄走到窗户下听了起来 正巧她刚走过来 就听到宝玉说和自己不身份的话 一时之见 黛玉呢也是又喜又敬又谈又悲 喜的是宝玉果然是自己的知己 惊的是宝玉竟然能在众人面前 毫不避讳的说这些话 叹的是既为知己 那又何必有金玉之说 既有金玉之说 那也是该二人共有 为何又多一个宝钗 悲的是自己父母双亡体弱多病 正应了那句自古红颜多薄命 想到这里黛玉不禁流下泪来 于是转身边擦泪边往回走 房间里的宝玉换好衣服走出门来 看到黛玉在前面抹泪 宝玉忍不住跑上去 就给她擦起了眼泪 这一下倒是慌得黛玉赶忙闪躲 毕竟男女受受不轻嘛 她还问宝玉是不是想死 话音刚落 黛玉又接着说道 你死了倒不值什么 只是丢下了什么镜 什么麒麟的 那可怎么办呢 宝玉听了这话 急得满头冒汗 黛玉一时见也觉得自己造词了 转而一边笑着认错 一边又忍不住给宝玉擦起了汗 宝玉盯着黛玉瞅了半天 张嘴说了 你放心三个字 又解释道 你因为总是不放心的缘故 才弄了一身病 但凡宽畏些 这病也不会一日重死一日 这话正好和之前黛玉想的红颜薄命联系了起来 一时之见 黛玉感觉宝玉的话 竟然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要真切 可心中那千言万语 只是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只能正正的望着宝玉 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 但是他不知道从哪一句上说起 也只能正正的望着黛玉 随后只见黛玉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道 有什么可说的 你的话我早就知道了 说吧也就转身走去 可咱们宝玉却还待在原地发呆 根本没发现只剩了自己一个人 就在此时 习人跑出来给宝玉送扇子 正跑到他身边时 发呆的宝玉把习人当作是黛玉 就拉起了手说道 好妹妹 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 今儿我大胆说出来 死也甘心 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 又不敢告诉人 只好掩着 只等你的病好了 只怕我的病才好呢 而且我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这话可把习人吓得大叫了好几声阿弥陀佛 宝玉一时被惊醒 转头看去才发现不是黛玉而是习人 因此也就羞得张红了脸赶忙抽身走了 留在原地的习人正琢磨着什么 忽然宝钗一面走来就和他聊起了天 聊着聊着 习人就说到了 拜托湘芸做鞋的事 宝钗听见这话 悄悄对习人说道 你是个明白人 怎么现在也不体谅人情了呢 湘芸在家里其实做不得主 近些年 他们家针线上的事都是自己动手 你也知道 湘芸从小就吃了没有爹娘的苦 在家里也没什么理直气壮的时候 习人听到这话 瞬间恍然大悟 才明白湘芸是不好推辞 为了帮忙 都不知道要在家里熬几个半夜三更 俩人正聊着 忽然有个老嬷嬷走来说道 这是哪里说起 金串姑娘好哈的就投紧死了 这个金串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被王夫人撵出去的那个丫鬟 其人听到这话 一时之间想起了往日姐妹情谊 忍不住就流下泪来 旁边的宝钗也是赶忙跑到王夫人屋子里来安慰 只见王夫人哭着说道 我一时生气打了她一下把她撵出去 我只想着其他两天还让她回来 谁知道这姑娘气性这么大 干脆跳紧死了 都是我的罪过 宝钗安慰道 您是慈善人才会这么想 她也不一定是赌气跳紧 说不定是失足掉下去了 即便她真有这么大气性跳了紧 那她也是个糊涂人不为可惜了 虽然宝钗已经安慰到这个范上了 可王夫人到底还是无法心安 只怪适者已适 现在能做的只有多赏些银两把后事给安顿好 王夫人想着送两套新衣服 让金串出殡的时候也能分光些 可这衣服从现在开始做呢 已经是来不及了 宝钗听到这话后说道 我那正好有两套新衣服 我也不寄回这些东西 您尽管拿去吧 说着宝钗也就回物去拿衣服了 另一边咱们宝玉从贾正屋里走了出来 当她听说金串跳进后 心中那也是无内催伤 茫茫然的背着手低着头 一边叹息一边慢慢乱走 可巧她一转弯正好碰在了一个人身上 宝玉抬头一看发现是父亲贾正 瞬间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后 乖乖的站在了一边 只见贾正说话间就训斥起宝玉愁眉苦脸的样子 正说着忽然小司传话说 中顺王府派了长使官来要见老爷 贾正前去会面 只见长使官说道 我们府里有一个戏子名叫齐官 可最近却三五日不见人影 后来听说他与您膝下一个贤愈而深的公子交往密切 因此特来请求将齐官放回 这齐官啊 就是之前和宝玉相交的蒋玉汉 俩人还彼此赠送了见面礼 可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个见面礼上 只见宝玉先是说自己不认识什么奇官 可人家都打听出来 蒋玉汉的汉金子就在宝玉身上 没办法 宝玉也只能说出了蒋玉汉在哪里买了田地房舍 这一下可把贾正起了个目瞪口歪 随后一边把长使官送出来 还一边呵斥宝玉让他不要动 可谁知道宝玉那是祸不单行啊 就在贾正送出人准备回屋时候 正巧就遇见了到处乱跑的贾桓 贾正健壮气的问他乱跑什么 贾桓看到父亲正是怒气伤头 于是趁机就说出了金串跳紧的事 贾正听后又气又惊 只因为贾府对待下人想来仁慈 现在出了跳紧的事 这可是让祖宗蒙羞啊 随后只见贾桓又贴着贾正的耳朵悄悄说道 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 拉着丫鬟金串强奸未遂还打了一顿 因此那金串才赌气投紧死了 贾正听到这话 把之前接二连三的怒气一并发泄了出来 大喊道快拿宝玉来 一边说还一边往书房赶 随后更是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满脸泪痕 又大喊道拿宝玉拿大棍给我捆起来打 有人敢报信立刻打死 众小四看到老爷发火呢 也只能乖乖出来找宝玉 另一边咱们宝玉听到贾正让他不要动 也就自制凶多吉少 可他不知道贾桓还说了那么些话 现在纯粹是有凶无击 宝玉正干着急着 正巧有一个老奶奶路过这里 宝玉见状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般 赶忙跑上去就说道 快去告诉贾母夫人 老爷要打我呢 要紧要紧 可谁知道这个老奶奶她耳背啊 愣是把要紧给听成了跳紧 还笑嘻嘻对宝玉说道 跳紧让她跳去 二爷怕什么 宝玉看她是个笼子 着急的让她赶紧去叫自己的小四 可这老奶奶又把小四给听成了了事 还慢悠悠的说道 有什么不了的事 太太给了银子 给了衣服 怎么不能了事 宝玉正着急的跺脚 只见贾正的小四已经走来要带她走 到了书房里 贾正赫命把宝玉的嘴堵起来 着实打死 小四不敢违抗 只能举起板子 打了宝玉十几下 可一旁的贾正那是真生气了呀 只觉得小四打得太轻 于是干脆踹开他们 自己夺过板子来 狠命打了三四十下 屋里的门客看到已经打得不成样子了 而且劝阻贾正也不管用 只能偷摸跑出去报信 随后只见王夫人跑进书房 抱住板子哭了起来 可不管王夫人怎么劝阻 贾正她就是不听啊 还说要拿绳索来把宝玉给勒死 王夫人听到这话 直说先勒死自己 这才让贾正停下了手 坐在椅子上泪如雨下 王夫人禁不住 解开宝玉 裤子看了起来 只见游臀至尽 或轻或子 或振或破 竟然没有一点好的地方 此时丫鬟传话说 老太太来了 话音刚落 只见贾母传来一阵 颤颤巍巍的声音说道 先打死我 再打死她 岂不干净 说着就命令人收拾行李 要带宝玉王夫人回老家去 贾正见状呢 也是又急又痛 跪在地上朝着贾母声泪俱下 贾母进了屋子 看到宝玉被打成那个样子 一时之间气愤心疼 堵着嗓子眼说不出话 只是扑上去一直哭 王夫人和奋结安慰了好一阵子后 才赶忙让下人 把宝玉抬回屋子里 此时贾府众人都聚集在怡红院照顾宝玉 反倒让习人插不进手去 于是也就走出屋外 找到宝玉的小四 问他来龙去脉 只听小四说道 奇观的事儿 八成是削盘挑唆起来的 那金串的事儿 是三爷贾桓说的 习人听到这话 只觉得对得上号 也就信了八九分 随后照样回屋子里照顾宝玉 等到众人都散去后 习人看着宝玉亲子的腿 也忍不住声泪俱下 正哭着 只见宝钗带着些药物走了进来 又见到宝玉能睁开眼说话 于是略带放心的说道 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今日 别说老太太她们心疼 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 刚说到这里 宝钗赶忙打住 不知觉就红了脸 宝玉听到这话如此亲密 那瞬间就将疼痛丢在了九霄云外 心中还想到 我不过挨了几下打 姑娘们就有这些怜惜悲感姿态流露 我便一时死了 那也无足叹息 宝玉正想着 只见宝钗问起了因何而打 一旁的习人也没多想 就把小丝的话 原分不动的说了出来 这话里呢 可是和薛盘有关啊 他再怎么也是宝钗的哥哥 宝玉听到后 赶忙把话头转移到别的地方 而咱们宝钗呢 心下琢磨了半天后 说了几句原厂的话 也就回去了 到了晚间 宝玉半梦半醒之时 忽然觉得有人在推他 随后恍惚又听到了 有人在哭泣 宝玉瞬间从梦中惊醒 睁眼一看是 黛玉在一旁抹泪 宝玉唯恐自己是在做梦 赶忙将身子挺了起来 仔仔细细看去 只见黛玉的眼睛 已经哭得像是裹盒一般 宝玉还想细看时 却忍不住疼痛又倒了下去 最终还安慰着黛玉说道 我虽然挨了答 但是并不感觉疼痛 我只是装出来哄他们呢 此时咱们黛玉虽然不是嚎啕大哭 可越是这种无声的哭泣 越是叫人心疼 只见黛玉抽叶着说道 你从此以后可都改了吧 正说着 外头有人传话说 二奶奶来了 黛玉听到是奋姐来了 于是赶忙站起来 想从后门溜出去 宝玉见状一把拉住黛玉 问她跑什么 咱们黛玉在一边急得直跺脚 压着声音说道 你看看我的眼睛 奋姐见了又要拿我取笑了 说着也就从后门跑了出去 之后啊 奋姐来看望了不说 一会儿又是薛姨妈打发人来看 又是贾母来看的 最后还有几个管家媳妇 也轮流跑来看望 正忙着 忽然有一个老婆子传话说 王夫人要叫一个跟着宝玉的丫鬟 习人听到这话后 心中思索了一番 也就跟着老婆子走了 这时候叫丫鬟来 无非就是想问一下宝玉的情况嘛 可谁知道王夫人和习人那是越聊越投入 只见习人说道 论理宝二爷也需要被老爷教训两顿 若是老爷再不管 将来指不定会生出什么是非来 这话那其实也是王夫人的心里话 谁不知道应该管教孩子呀 只是自从宝玉的哥哥甲珠去世后 王夫人连同甲珠的那一份母爱 全部倾注在了宝玉身上 她确实克制不住的放纵宝玉 但也担心着宝玉会误入歧途 俗话说自顾慈母多败儿嘛 现如今王夫人听了习人的话后呢 也是直不住的问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见习人说道 期望着让宝二爷搬出大观园就好了 如今宝玉也大了 和姐妹们到底还是有男女之分 由不得让人操心 更何况宝玉和姐妹们窝在一起 这就难免让人嚼舌根 到时候没有的事也被传成有的了 这话那又正好说中了金串的事 王夫人听后也是越发偏爱习人 就在习人回到房间后 此时咱们宝玉心中正惦记着黛玉 看到习人回来了 于是让她先去宝钗那里借书 把她给支走 随后掏出两张旧手帕来递给秦文 让她现在就给黛玉送去 只见秦文走到肖香馆后说道 宝二爷让我送手帕来给姑娘 黛玉听到这话心中也纳闷啊 也就张嘴问道 这手帕是谁送给她的 想必是上好的东西 你拿回去吧 我这里用不着 话音刚落 秦文就说出了 这手帕不是新的而是旧的 黛玉听见这话 思索了半天后恍然大悟 赶忙留下手帕就让秦文回去了 其实啊手帕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有秦思的含义在里头 正所谓狠野思来树野思 至于送旧手帕的意思可能就是在说念旧情吧 不过这都是咱们胡乱猜测 宝玉和黛玉之间的情绪啊 八成只有他俩自己能懂 只见黛玉明白了手帕的含义后 心中想到 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 实在令我可喜 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 单单看了这旧帕子又令我可笑 再想他让人私下传递给我又令人可惧 我自己美美好哭 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 想到这里黛玉不禁予以缠绵 于是提笔在两块旧手帕上写下了三首诗 只见上面写道 写到这里 黛玉忽然觉得浑身或热 面上作烧 走到镜子跟前一照 只见满脸通红 此时黛玉只顾着自美压倒桃花 却不至柄有此身 之后上床睡去 却还拿着手帕思索 那么宝袋拆三人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刘姥姥二进戎国府又会带来什么故事呢 咱们的贾府又会资深处什么是是非非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